桃園农业博览会于今年4月22号到5月14号市营运 目前已经在新屋区整地 为了让国人了解未来车辆朝向无人驾驶的趋势 桃圆市交通局在农博会市营运期间 将会跟工研院携手合作 在会场内规划专给无人车行驶的路线 市府交通局长刘庆峰说 4月份的时候跟工研院这边的合作 我们会取一段区内的道路 来让工研院的无人车来做实验使用 到时候参观龙火的民众 不妨也可以一起来看看 我们国内的无人车发展的一个情况